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传记 就是功德光 世青菩萨世俗弟子当中 对于戒律最善巧的就是功德光 那么功德光是出生在一个 中罗果的一个婆罗门 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种姓 他从小就有这种 游染而生的这个出离心 后来也是出家跟着世青菩萨学习 当然他对世青菩萨的诸多的论著 都非常非常的通达 尤其是对于戒律 也是述身的这个喜气 他对戒律特别特别的精通 那么实际上这四个弟子 对法来讲的话 安慰论师比世青菩萨还厉害 英明成他菩萨比世青菩萨还厉害 波尔经这个圣洩托君比世青菩萨还厉害 那么戒律呢功德光也比世青菩萨还厉害 但是呢他们都要跟世青菩萨学 因为世青菩萨全部都比加起来的话 当然比他们更厉害 但是单科的话 单科的话呢他们有个别的专场 那世青菩萨就是真的博学多文 各方面他不只在教理的通达 自己修正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功德光呢 他就跟世青菩萨学习 每天他可以背诵 我们叫滤藏十万诵 比如说对戒律来讲的话 他是非常非常的熟人的 那么之后呢 他自己也著作了 我们叫滤海新水 或是我们一般称为叫滤经 那么为什么用滤经这个字 也就是说他所著作的这个戒律 实际上呢跟佛说的是无有无别的 所以尊称它叫滤经 那这也是呢 我们平常学五大论当中呢 学戒律的根本教点滤经 就是呢功德光律师他所做的 那么他的这个滤经呢 写得非常非常详细 还有包含什么百一结模式啦 或者说三世结模 就是基本上呢一个出家人 他的行住坐卧啊 那么开车吃饭呢 都在他的著作当中写得非常详细 如果能通达这个功德光 所著作这些关于戒律的内涵的时候呢 也等于说呢 我们的对戒律呢也都能通达 他的弟子呢也是五六千人 都跟他共同生活在一起 那并且呢后来呢 他也成为一个国师 国师 那么周围的这些出家众们呢 都完全按照戒律来行持 那由于他自己成为国师的缘故呢 所以供养非常的丰富 可是呢 他总是把别人的供养啊 再去供养更多的身重 更多需要帮助的穷困的人 等于说他自己呢 像一个头佗一般 头佗就是说呢 他生活的最简单的方式啦 虽然他身为国师啊 但是呢 他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把这些人家供养 都供养更多的人 完全按照戒律来行持 所谓的教法注释啊 最主要就是戒律要注释 当一个普特切罗的心中呢 如果有戒律的话 我们就所谓正法注释 所以如果有人呢 能够认真的持戒 那就是教法注释的意思 那他的这个律境当中呢 从居士的这个五戒八戒 一直到出家的 沙咪比丘 圣旧比丘尼戒 他都完整的在他注释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要 希望能够教法能够注释的话呢 要好好祈求功德光律师 那么能够了解律葬的内涵 并且呢 在内心里面呢 能够持守戒律 有了戒之后 定会才能真正的解脱 那么今天 跟各位讲的这个传记呢 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